在很多人印象当中,广西人喝酒是很厉害的,特别是菜马这方面,真可谓是勇夺第一的,但其实广西的喝茶文化的话也是很浓的,跟南方的广东福建,还有浙江那边也是差不多的啊 那些很多做大生意的,他们都喜欢以茶代酒,喝茶,谈生意的,特别是像广东的韶山人,还有福建闽南人,还有浙江那边都很喜欢喝茶的啊,等下我就去拍上我们南宁,这个茶叶店最多的地方,也给大家感受一下这个规模有多大 那这条茶叶街的话就位于这个10加1商业大道,从福建路口一直延伸到庸江边,有三四公里长,路两边全部都是茶叶店,非常的壮观,一间而一间,应该有几千扎这个茶叶店的,非常的多 而且从这个西点,这个南建路这边啊,它又建了那个茶叶,那个市场非常的大,全部都是茶叶店 可以看得出这个规模啊,是非常的大 就商业大道两边,几乎全部都是茶叶店,而且它有两三层的,上面也是那种店 非常的密啊,这个店面啊,据说老板大多数都是福建那边的 因为这些都是以批发和零售为主的,所以晚上的话看起来的话,也算是比较冷清啊,不像那种那些烧市啊,那些那么人潮蜂涌的啊 那这边的话也是整个南宁茶叶店啊,卖茶叶的最集中最多的一个地方啊 没有人留意,这城市的秋天 ню 已当它非常疹呢 拉 年轻也 李贤尔店 春晚阳 dinar 把我叫爆露放 一瓶子手 teller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